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学我应征入伍 成为了一名特种兵 到了特战旅之后 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在训练场上的男兵 平时在训练场上可能也会跟一些男兵去比试 但是可能在训练上我们会有一些力量的悬殊 教员告诉我们 虽然说你们是女兵 但是在战场上男兵跟女兵是一样的 对于女兵来说挑战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女生有一种精神就是感觉男兵叫板 就是不服输 不认识的那种精神 让我们跟男兵去比拼 由于部队调整改革 我从我心爱的特战岗位转岗成为一名通信兵 跟我之前一直胡不爱动这种性格反差很大 让我一下子就是很不适应 所以那一段时间就会让自己慢慢地静下心来 要控制住自己很多可能比较出心大意的一些动作 那一段时间我就每天都需要去告诉自己去调整 觉得已经到这个岗位上了 我应该做一行爱一行 应该让自己静下心来 在这个岗位上尽职尽责 2020年4月份 女子圆火分队选拔人员 我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书 到了圆火分队以后 我以为我在特战打下的军事基础 应该很容易地掌握了这个泡兵专业 但是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 我慢慢地发现了 在训练场上我们跟男兵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刚开始的时候男兵都很看不起我们 觉得女兵可能力量太弱了 这么大一个装备 她觉得我们是搬不动 还是让我们男兵来吧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不服 既然我们都来到这里了 必须要学会这些操作 没有什么行与不行 我们去练就行了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搬那些孤单架 或者是移那些泡的时候 就会很吃力也比较重嘛 但是后来我们慢慢地去训 去找方法 包括在体能的时候 也会加强自己的力量训练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地去走上来 到我们跟男兵比拼的时候 结果不是很好 但是现在对之前的话 我们是进步还是很大的 男兵也对我们刮目先看 从后面卷过来的时候慢一点 把后面的折回去 先用泡碗 当年女队组织实弹演习 当时班长因为任务不在港 连队队让我带领泡班打实弹 为了不辜负连队的信任 我们女兵班 抹足了劲 最终在实弹演习 我们精准命中目标 虽然我们是一个女兵 但是在战场上我觉得我们是一名战士 就是要受这一份苦 就不应该掉眼泪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韧 从特种兵到通信兵 再到炮兵 每一次转岗都让我磨砺成长 作为一名女兵 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女性 在接下来的军事生涯中 我更加坚定我的选择 我也将用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的实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